同學們好 今天第14週的第3個程式是擺數亂排 什麼是擺數亂排 點開來 這題目真的很奇怪 這是很有巧思的題目 那個名傳大學的謝玉萍老師 他出這題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說這個數字給他亂排就是答案了 啊就這麼簡單嗎 當然不是這樣子 我們先照他講法寫 所以一定有個程式 標準寫出來 然後要亂排一定要有數字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讀數字 scan4圈讀數字 for int i 等於 0 i 100 i++ 看了越來越看越熟 前面scanf讀數字 讀的時候呢 有數字第2個讀進來 所以前面要宣蓋整數number有100個 技巧 你通常我建議是先 變數名稱一開始很難記你要幾個變數名稱 所以在看右邊有100個數字讀進來的時候呢 寫100個數字同時宣告100個數字 滑鼠寫的是不是從第1行背道做1行 那一定會出人命 我們是前面先不用記憶力 這行先沒寫 先寫到這邊 發現我方圍圈 準備好這個變數之後呢 我們才在前面宣告個變數 所以通常變數 正列要宣告比較外面 在外面宣告正列 在裡面宣告變數 最後呢要印答案 答案怎麼印呢 非常的開心 就是這個方圍圈 再寫第2次 只是它不是scan的f 它是pulling的f 然後呢 後面沒有這end 這就是擺數 讀進來 印出去 很簡單 難在中間什麼叫亂排 天曉得 我們先直進一下結果 沒有排是不是就可以成功啊 沒有排好也可以 可是排得不夠亂 他記得後面要加個 前面加個空格 後面呢 我們要看看他答案長怎樣 他答案長那麼規律 後面有空格 數字後面有空格 然後呢 這邊有跳行 排那麼整齊 怎麼排呢 第0個 1 2 3 4 5 6 7 8 9 0到9個數字 10到19 20到29 30到39 遇到尾數是9的時候呢 跳行 這是什麼 90到99 跳行 所以遇到尾數的時候做跳行 15 數字 個位數 如果是9 真的喔 取10的餘數 跟10儲取餘數就是個位數的意思 如果是9 我送他一個跳行 理論上這題出來的結果應該會跟他很像 我們先看一下格式像不像 先求格式像 再求 答案對 格式很像喔 答案根本就不亂 你說老師為什麼不亂 我從頭到頭都照順去讀啊 這題這樣讀應該就亂了嘛 我跟你講這題這種寫都不對 因為他有個標準答案 你跟標準答案不一樣就錯了 拿不到金牌怎麼辦 答案又不能改 所以我只好教你這題 什麼叫 亂排 亂排就是個技巧 INT有個整數A 這個A呢 是個亂數 RAND叫亂數 取100的亂數 你說這什麼意思 我開始講解 這個是特異功能還是標準 還是固的東西 前面就介紹include sdlib.h 這行 為什麼要選它呢 它是為了for RAND的 Function 有個還是叫random RAND 縮寫 RAND 4個字母 我取100個亂數 我取 B等於亂數 取100個亂數 取一個數字 鑑於0到99都會亂數 然後我要做交換 怎麼做交換呢 int temp 等於 數字的第1個數字拿過來 數字的第1個數字呢 等於數字的第1個數字 數字的第1個數字呢 等於temp的數字 這個 叫做 左手挑個數字 右手挑個數字都亂亂挑 挑好了做交換 隨便挑 挑一個 左手挑 右手挑 左手挑 左手 答不出字來 糟糕 這個再等一次 左手挑 手寫錯了 左手挑 然後這邊是右手挑 然後呢 三步挑換 交換 這樣看起來 這就交換一次啊 那我們看執行結果怎麼樣好了 結果 沒有用 它還是不對 頂多 有兩個交換 可是我跟你講 這裡的答案 標準的答案寫法是 換了100次啊 for 先int i等於i小100 i++ 我做100次交換 這題談就對了 為了證明我沒有胡亂你 我們看答案吧 答案就正確了 可是啊 根本就不應該這樣寫好不好 這哪有亂啊 每次都是這個答案 這哪有亂 再跑一次 你看 它還是 80 83 73 99 根本沒有亂 再跑一次 它都沒有亂 所以這個是假的亂 這個亂數呢 是假的亂數 英文叫做 sudo random number pseudo sudo sudo random number 這個字不認識 第一個字就不認識 第二字也不認識 sudo是假的 一半的 假的亂數 他是假的亂數 假的random 所以他一點都不random 那怎麼辦 不管他 你通常會再種個種子 在用他之前 寫srnd set一個random種子 設定一個亂數種子 設什麼呢 天曉得 反正就設個亂數種子就對了 種子是1 就會長出一顆 1的亂數 糟糕 全部 1 怎麼跟他長一樣 再改 改亂數 種子2好了 看到亂數長怎樣 22 22就不一樣了 每一個種子長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亂數99 亂數997736 奇怪亂數長出來的數字 662233 全部都不一樣 所以亂數呢 有關鍵 一定要在這掛號裡頭 寫一個亂亂的數字 不是 種一顆種子 他就會發芽 長出一顆亂數的數出來 亂數的數 一顆 樹狀結構的亂數 很亂的一顆數 什麼鬼啊 聽不懂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你就不要寫這題 這題就是對了 可是以後你真的要用的時候記得 裡頭要通常要取個時間 取一個現在的 時間 他就會取個 因為每次實行時間都不一樣 你就可以挑出亂數 八卦 這種亂數取法是西語言的重大bug 而這個bug呢會導致 你會被人家入侵 你的吃餃子老虎賭博技會被人家破解掉 他只要知道你的亂數種子的 set 一個c的種子 你在那邊要抓到 後面所有出口牌都被人家發現 就完蛋了 所以這是個小心亂數種子 設定亂數種子 種子 裡頭會給一個奇怪的數字 一個奇怪的數字 但是我們這邊不設 因為我們是玩假的 我們這裡刪掉玩假的 我們刪掉玩假 其實每次給不同的數字 就會長出不同的數出來 這很奇怪 不管 亂數排序 的做法就有個正列 讀進來 印出來 加個跳行 中間 亂亂弄 這是今天的精華 亂數做排序 我們講解完 同一面 這是